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锣一鼓敲出人间百态 一说一唱道出社会风情 随着古儿书艺人范正德在城江门古城墙的一段说唱 江苏太兴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江苏省太兴市位于长江下游北岸 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连近年关 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节民俗表演相继亮相 太兴是木偶戏的故乡 叫场比武 招军出赛 这是大家耳同能详的传统节目 引来阵阵掌声 叫场比武 就是木归英跟杨文广 之间的一段打斗 在春节演出的时候 增加我们这个演出的气氛 感觉到红红火火 也比较繁荣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帐头木偶 俗称三根棒 一棒支撑木偶头部 另两棒用以双手操纵 木偶全长1.2米 面部 眼耳 鼻嘴都可以动 两手能握兵器等道具 表演时讲究举功 碾功和步功 以及是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 他们演这些节目的是用来求神拜福 祈求来年的这个幸福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好 以及是庄稼长得如何的丰收 起到这样一个目的 看完了热闹的演出 记得听说泰州的年货大吉 也已经开始了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人们又会置办什么样的年货呢 赵靖成是土生土长的泰新人 记得跟随他边走边逛 琳琅满目的年货 哪些东西会是他必买的呢 这个是我们庭华地区的龙象鱼 我们整个泰州地区有四种鱼头 变成四周进化 有泰新的象河鱼 静江的象沙鱼 降硬的紫河鱼 这个鱼头是我们泰州地区 大连散食 餐厨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 它欲说吃鱼头越好人 来年吉祥如意 对 赵靖成说 泰新还是中国著名的银杏之乡 栽培历史有一千多年 年夜饭上银杏的果实 白果也是必不可少的 泰新有句说话 叫无果不成喜 特别是打炼善食 必须要有白果 因为它予以健康 长袖 它也叫长袖鱼 在泰州的年货大吉上 记者还看到各种各样喜庆的糕点 鸡 鸭 鹅肉 螃蟹等 也是大家争相购买的年货 加加坡过年 赌药几个盆 等它来拜年的客人 鼓鼓高 鼓鼓高 来的一鼓跟鼻一鼓高 还有麻糕 雪藻 这个和芝麻糖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两个带来装的鼓鼓的 到今年还喜欢吃 挣出来特别好看 净光菜菜 那与来年 哄哄哄哄 来年辉煌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市民 餐桌上一道风景 您在看这边 年货大吉里写春联的摊位前 也被很多市民追捧 很是喜庆 请一副春联带回家 或者把写和春联和祝福 直接送到需要关爱的老人家里 在泰州 也是一道靓丽的春节风俗 中国人新春贴春联 据说是可以辟邪的 给广大的老百姓 送去新春的祝福 希望大家在哪一年 生活得更好 幸福指数更高 年轻春节了 我们来看望这些老人 在我们自己过后春节的同时 也要光业这些老人 也希望他们过一个相和的春节 买完了年货 赵静诚老师说 在泰新大年三十这天中午 还有一个区别于北方饺子的独特风俗 那就是每家每户要吃馄饨 然后再等待年夜饭的到来 宣宝小馄饨是泰新三宝之一 它的制作工序较为复杂 分为擀皮 拌馅 做汤 捏包 下锅 最与众不同的 就是那薄似 宣纸 激进透明的面皮 可以用火点燃 做法 堪成一绝 用这样的馄饨皮 包裹着精心调制的馅料 搭配着特制的汤底 一碗刚出锅的宣宝小馄饨 就如同一粒粒饱满的花朵 轻轻地漂浮在汤面上 诱惑着你的魅蕾 为什么吃馄饨呢 就是把一年的不快和烦恼 全部包进馄饨里吃掉 来年轻轻松松 快快活活 那这一碗馄饨吃下去 我用八个字来概括 就是皮薄肉嫩 汤鲜味美 哇塞 给你点赞 太好看了 吃一碗小馄饨 寓意来年 稳稳当当 平平安安图个吉利 这年也就近了 在距离宣宝镇几十公里外的 太兴市区霞镇 朱成祥父子 也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食材了 他们首先来到了一家 猪八宝店 猪家分别称了猪头肉 猪尾巴 猪舌头和猪耳朵 他说 这在太兴人的餐桌上叫做猪四宝 太兴是我们全国著名的生猪之乡 猪四宝是我们历来的传统习俗 19年又是猪年 吃猪四宝 寓意着猪是胜利 事事如意 买完了猪四宝 朱成祥父子又来到了荷花池市场 他们在这里采购了肉类 河豚鱼 鲜鱼等等 随后 朱成祥父子又来到了王老板的鱼堂 打算自己挑点螃蟹 制作一道驱侠特有的美食 驱侠汤包 王老板二两的母鞋多少钱 二两母鞋四十五一斤 三两的呢 三两的母鞋四八十五一斤 那就给我来三两的吧 好 这个搬出来里面黄 挑出来里面要红点 说明里面黄好 驱侠镇朱成祥家的年夜饭食材准备完毕 与此同时 几十公里外的太兴市黄桥镇 热气腾腾的年馒头 正在一笼接一笼的出炉啊 黄桥镇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每逢过年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都要来蒸粘馒头 是用来做粘馒头的吗 是的 是的 做到萝卜是的 要做多少个 三百个粘锅吧 原采原家一直在黄桥古镇的巷口做馒头 每年到了纳月二十几 就是他家最忙的时候了 一天能做到四五千个馒头 在包馒头的屋子里 手指头捏起面皮 放上馅儿 指尖飞舞间 雪白的面团就成了一只只馒头了 馒头它是发面做的 面发得好 就特别发财 太新的馒头完全不同于北方馒头的干涩 他说想要粘馒头蒸出来又大又白又漂亮又饱满 秘诀就在这盆里面 这个面粉发成这样啊 做的馒头蒸出来饱满 馒头蒸得好一差 就特别这个发面了 发得好 蒸的馒头就漂亮 它吃起来很有弹性的 有韧景 它就弹上来的 弹性非常好 一般来说 萝卜丝包 野菜包 豆沙包等等 都是大家喜爱的馅料 蒸好的粘馒头 一直要吃到正月里 寓意来年蒸蒸日上 我们现在看到这四个蒸箱 一共能够蒸多少个馒头 一共能够蒸500个馒头 吃大烧得好 这面馒头就蒸得漂亮 蒸蒸日上 馒头上屁蒸熟了 再用筷子点上红点 喜青的气氛扑面而来 我们这里点红啊 代表喜青啊 即香如意啊 点一个点 点一个点 你看漂亮吗 漂亮 马上就喜青了啊 咬一口这个萝卜丝馅 那儿的年馒头啊 就觉得好像浓浓的年味 都在这里面了 嗯 我们这里过年 馒头这个年味就出来了 每一只馒头都包裹着浓浓的年味 这年味一直蔓延到了 黄桥镇的旗巷村 镇天的锣鼓 热烈的央格 好汉船踩高枪和鼓龙的队伍 齐象村的村民们正在用独特的方式 庆贺自己的农民丰收年 我来到齐象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开心快乐 对 嗯 这个人由于当年正在好 西藏厨是香水最劲好 然后我们老板也得意了 育有了 嗯 农村接受好了 老板的日子好起来了 嗯 所以我们齐象村的年是非常有味道的 有机会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对 下次欢迎你们 这个搭桃之下来 这下我们够齐象农民幸福年 嗯 这边唱了那边喝 齐相册的村民们自颠自导自演的 另外一些富有主题色彩的活动 更是让这个有着一千多户人口的村庄 人头传动热闹非凡 展现出丰收之后的喜悦之景 早在多年以前 齐相村是远见闻名的贫困村 近些年村民们勤劳之父 如今齐相村变成了众人皆知的富裕村 每到年前都会组织太兴式的书法家来到村里 为村民们现场书写春梁 要抢 感觉不是写的很多 全部都抢回来 要把福抢回家 对啊 你家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我以前可能写你吃钱的 炒烹饭 我要放那儿到 现在大门口叫花开富贵春 竹宝平安福 当然在齐相村里备受村民关注的 还有年底拉网分鱼 在河道两岸 村民们早已布下了大网 十几个村民齐心协力 正在将大网慢慢收解 我们这儿勾练了一个吃鱼的习惯 年龄有鱼 然后呢我们村里面 把这个鱼都拿给分给我们本地的 我们每家每户的都要有鱼勾练 这鱼有多少斤啊 十几斤嘛 今天能打多少斤呢 一万斤嘛 这什么鱼啊 什么品种啊 鱼 大鱼 而在岸上 村民们早就拿好了木盆 推好了独罗车 开来了拖拉机 满心期待地等着分鱼回家过年 把这几点节目 马上要分给群众的 今天每个月平年都要八到十斤 哇 那么多 对 每年都是这样 过的 分了这么多鱼啊 年年有鱼 鱼的一种要开心 开心啊 这是公年党的 是人民的关心 打算回家 把这鱼怎么做 咽起来 好美美吃 齐相错的村民们 欢天喜地地在庆贺丰收 区下镇 朱城祥家的年夜饭菜 紧张地筹备 今天主厨的是 朱家和他的舅舅周章荣 阳太地区的代表名菜 狮子头 是朱家人 首先要做的美食之一 在打碎的肉末里 加入生粉 姜末 料酒 鸡蛋 和水 一起搅拌均匀后 再放入盐 用手团成一个大园子 等到清水烧开之后 把狮子头煮到飘起来即可 寓意团团圆圆 红烧河豫鱼 也备受太星人中汉 先把河豫干 用油爆香 变成金黄色以后 再放入河豫 一起熬汤 等到河豫鱼快熟的时候 再放入冰糖 老抽 最后放进河豫皮 手指装盘 清蒸大闸蟹 上锅蒸25分钟之后 红红火火 满雾飘香 葱爆河虾 清清爽爽 把连鱼改刀 用菜籽油煎熟 再放入干辣椒熬制 胡烧连鱼 洋溢的暖暖的气息 太兴市驱侠镇的 蟹黄汤包 明文侠耳 曾流传着 太兴汤包初驱侠之说 制作汤包的关键 是汤汁和肉馅 必须选用当地的 优质草剂熬成汤 拌以蟹肉 蟹黄和新鲜猪肉馅 猪皮冻 并作以十多种调料 精致而成 汤包称出来 晶莹剔透 圆圆的 所以代表着 团团圆圆一家子 里面馅又是 有滋有味的 对 这个汤很展示的 也有本质的老母子 最起码三年以上的 然后加上那个鲁鲁 一起维持成汤 要为24个小时 那个汤凝固起来 然后拌入新鲜的蟹肉 蟹黄 才能成为这个汤 给汤包的汤 当然 蟹黄汤包要想好吃 精盈剔透的包子皮 也是非常关键的操作 我们揪剂子的时候 每个剂子就是有一定的克数 大约11克左右 克数小 然后包的汤料多 看起来就会透亮 它皮因为比较薄 擀的时候也有技巧 两边薄中间厚 六分钟之后 热气通通的蟹黄汤包 端上了桌 响亮的鞭炮放起来 朱成祥家的年夜饭 在温暖和温馨中 也就开始了 今年过年了 我们两家在一起 大家在心里里 祝大家生起健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天天发财 来我们一起干杯 好 拜拜 热闹的鞭炮声 划破了夜空 与泰星百姓 稀稀相关的年俗文化 即便是在夜晚 总是焕发出 经久不衰的魅力 节奏宽快 动作优雅 舞蹈风格 诙谐的泰星花鼓 是泰星民间舞蹈 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这一舞蹈 用红灯作为主要道具 演员边跳边唱 气氛热烈 具有喜庆色彩 太星花鼓呢 是我们太星人们的一道 精神龙华大餐 现在人们的休闲 娱乐的方式丰富多彩 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老百姓还是喜欢 会看到泰星花鼓 因为有了泰星花鼓 这个年味了 就有了泰星味 那这些演员 都是什么人组成的呢 这部分演员 都是我们社区的大妈们 奶奶味的 传统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传承 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 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 能够一杯杯地传下去 太星人的年轻人 是一种让人记得住的香愁 腊月里推磨做豆腐 豆腐与头腹因相似 被人们寄予了 新年富贵的希望 香肠可以说是太星人家 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 每逢年关 家家户户的阳台上 院子里都开始挂满香肠 大有一副 没有香肠不算过年的意思 够起来是小一点 少一点 那个时候困难 少但是没写这么多 现在每家户都有了 现在大家来看 这条路上 基本上晒的都是腊肉腊肠 说明大家生活好了 富有了 发财了 长久了 远远溜溜了 都有的 制作香肠 是太星人世代香传的习俗 香肠以猪的小肠衣 灌入调好味的肉料 干制而成 味道浓郁的香肠 这道美味菜肴 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现在的话 是七分瘦肉 三分肥肉 咱呢 以前的话 可能条件没那么好 可能会参一些面啊什么的 肥肉多一点 对 参在一起 我们这里的香肠呢 口味偏甜 一般一个家庭 要做多少香肠呢 每家门户不低于三十斤 年糕 谐音年糕 寓意着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现在在齐乡村 还保留着过年做方高的习俗 把糯米磨成生的糯米粉 再用这个圆筛 把糯米粉一层一层地 筛到下面的风格里 等到筛满之后再刮平 口里把醋子留下来 洗得到高下里面 明天的腊圆 我们这家家屋都走 它这几个人家和在一起 不是爽量了 暖量了 急昏了 喜事了 都搞 一年比你好 积极高 不不高 你看你也会做了 是吧 保证每个盒子里面都满的 都满的 对对对对 再挂一遍 然后要以最快的速度 翻过来 翻过来 对 25个方高 对 把这一拿 以最快速度 你看 好 只需几分钟的光景 蒸好的方高 就让小院迷茫了米香的味道 顺风顺利顺水 来年 从我们小孩子家 然后家里 每家都要在上面 第一个红蝶 花型的 吃了这个方高 年年高 步步高 一年更比一年好 还记得小时候 每到过年 家里连居家都会炒花生吗 烧起柴火 用锅铲不停地翻动 让花生均匀受热 花生的熟香也随之飘散出来 这俩花生还不一样大 对 这是我们的油籽花生 真的是小籽花生 这个炸油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 这个是 这个小籽花生 你尝尝 好 用柴火炒的 传统的一个炒 炒起来的口味不一样 小而脆小而香 花生真好吃 对 丁齐全大哥家的女人野饭 每年都是由二哥来做 今年也不例外 把葱姜过油炒之后 加入五花肉块 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加入老抽和水 一起焖半个小时 红得发亮的 便是红烧肉了 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余永远是年夜饭上的主角 把余切段改刀 再抹上盐 腌制十分钟 油锅烧热爆香浆 加入老抽一起炖煮 最后再放入葱段和小葱 太兴人无果不成席 白果炖鸡就是最好的搭配 把鸡切成块 再和葱姜蒜一起煸炒 加入白果煮熟即可 太兴盛产香和芋 人们也就喜欢拿芋头 和各种各样的美食搭配在一起 创造出很多很有特色的本体佳肴 但是最本色的烧法 莫过于红烧芋头 把芋头和姜蒜煸炒之后 直接用水简单的煮熟 再加入葱花 寓意吃芋头 预好人 把豆腐切成刺刺方方的小块 下油锅煎至金黄色 再加入葱姜蒜 一盘清炒豆腐 预示的来年都要富贵 年夜饭的餐桌上 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道呢 虾 木耳 白菜等混合在一起 煮出一锅热情良意的浓汤 这就是全家福了 年夜饭陆续做好 丁齐全家的八个兄弟姊妹相接回家 这一年 一家人拍下了幸福的一张 全家福 四四同当 祝全国人民 信命全大 不敬自强 二四出一 成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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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